论语圣训 第一册 第205页 南极兴奥慈悲 有些人犯了错误 都在于一时气不过 没有办法冷静 做出来的事情 有时候会让自己后悔 所以处事的态度 每个人都要学习冷静 不要道听途说 要用智慧分析 常说人间就像一场游戏 像一场梦 既然是一场游戏 那么你就要更认真的 把这场游戏玩完 世间有三种人 积极奋斗的人 懒惰的人 醉深梦死的人 而你是哪一等的人 积极奋斗的人 他会力争上游 对于自己的人生 永远充满光明信心 所以他很积极 很奋斗 把他的生命尽情地发挥 来利益更多的人 而懒惰的人 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 他虽有他的理想 但却不切实 不实际的其行动 这样子人 久了会让人 把他遗忘掉 醉深梦死的人 没有斗志 放弃了努力 苟且偷安 这样子的人很悲哀 你想一想 你要做哪一种人 是第一等人 还是第二等人 还是第三等人呢 当然你回答是第一等人 可是你要能够确实地做到积极 人都会有惰性 一件事情做久了 总会懈怠 做久了 那份热情也会渐渐地减少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心境没有提升 火候没有增加 所以你修久了 你那一份热情就会减少 做事做久了 就不感兴趣 所以你要懂得去反省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事情都要反观自己 去想一想 你这辈子修到 有没有很认真过 有没有下过功夫 有没有下功夫过 也没有尽心了 你那颗心是不是始终不变呢 你都要去想一想 要警惕自己